我最近一次出使马来西亚 是在2011年到2014年期间 当时新马两国官员之间的关系 跟我在1989年到1991年间 所处的马来西亚大不相同 任何的互动都注入了许多政治因素 人们都害怕和新加坡 有任何的接触或合作 因为他们不要被视为 和新加坡过分友好 当时新马分家不过11年 历史伤痕尚未愈合 彼此存在着许多挥之不去的猜疑 这一开始就不是一个 幸福美满的婚姻 因为当时有许多婚前争议 相互猜疑 因此双方的关系一开始 就非常紧张 沐沙希德阿里曾经在60年代 报道马来西亚的新闻 他从没预料到会亲眼目睹 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捩点 1965年8月9号 东姑阿都拉曼宣布 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联邦 我们当然非常震惊 我们当时在那里 我是新加坡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在东姑阿都拉曼出访伦敦 以及回国后访问他 接着第二天 东姑就在国会 在没有很多辩论的情况下 驱逐新加坡 在我之前的最高专员 莫里斯贝克 形容他在马来西亚的 两年外交生涯是困难的 两国的关系冷淡 情况棘手 两国的领袖们对彼此 也包含着许多不满 大使馆外出现示威事件 莫里斯也曾在公使专车里 被盒盗采和抗议 包装记者预料 我会对两国分道扬镳哀叹 但是对我来说 分家就是分家 如果我们不再是一个国家 我们就是两个独立的国家 你有你的制度 我也有我的制度 这是合乎情理的 我认为我们需要彼此 如果我们可以 在没有摩擦和冲突下 进行合作 就能够促进共同的繁荣 如果马来西亚造立到困难 新加坡也会被牵连 我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我们不要被政治噪音 分散注意力 而是专注处理重要课题 这些课题应该与政治噪音分开 不应该相提并论 我们应该不理会那些 来自国内政治的噪音 而在重要课题上取得进展 所有的国家都想要建立 一个良好的双边关系 但如果两国之间存在着 难以处理的纠纷 就会面临考验 是的 我们有时候被视为不够木林友好 或太讲究法规 不过这只是一种外交伎俩 让别的国家以为自己毫无讲理 这是外交游戏的一部分 我们不需要因为有人指控 我们不木林友好 或过于依法而感到难过 我们必须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希望能有友好的双边关系 最好能在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的情况下 达到双赢局面 你必须明白 我们身为印尼的苏门达腊人 也必须清楚 爪哇人的心理和政治体系运作 你知道吗 爪哇人的情感主控 凭自觉形式的做法 这全都非常难以理解 朱哈托总统拥有非常传统的 爪哇人的世界观 狄光耀却拥有非常现代化的 安格鲁萨克逊世界观 他们却成为好朋友 这是一个非凡的故事 我必须说 这也是让印尼和新加坡的双边关系 维持好长一段时间的稳定 我当时是一名年轻的官员 苏哈多前来出席 薛尔斯总统的葬礼 我站在李光耀的办公室外面 进入前来会见李光耀的政治人物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苏哈多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气势 苏哈多也同样地感受到李光耀的气势 彼此惺惺相惜 政治人物们的性格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很难找到两位像李光耀和苏哈多 那么决然不同的人 关系却如此密切 彼此信任 这真的是非常非比寻常 两国领袖的密切关系 并非一遭一日形成 他们曾经为了两名海军 被处死事件而发生争执 他们指的时期是在1965年的政变失败后 苏哈多正式上台 到1973年李光耀访问印尼 出席第一个双边会谈 苏哈多拒绝与李光耀会面 长达七年六个月 两国的密切关系 是经过多年逐渐发展的 重要的是 在两人的第一次双边会谈中 李光耀就清楚地向苏哈多 说明新加坡的立场 新加坡不是第三个中国 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台湾 新加坡把自己视为东南亚的一部分 这个做法有助于取得 苏哈多的信任和信心 我觉得新加坡人因而被宠坏了 他们以为这种稳定的双边关系 是很正常的 可是这却是不寻常的 因此当苏哈多总统退休后 属于正常情况的不稳定的关系 回来了 两国的关系起起落落 出现各种分歧和协议 这也是我们现在所体验的 那里出现了新一代的国民 这一代人民并没有经历过 苏哈多总统的统治 对他们而言 苏哈多属于过去 而他们活在现在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相对来说 新加坡和印尼的关系并不错 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 我们并不能够认为 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维持双边关系稳定和坚固 所以当然 cel加坡和印尼的关系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